结构逐步改善 截至112年底子中央政府一年以上 在于未尝余有实际市为5兆8187亿以言 3.审核综合成果 111年度构筹损合报告 共计提出659项重要审核意见 机查发现财务上维师案件40件 其中维师情节重大逆划 报请监察案合处后移送检调机关者11件 考核各机关施政绩效 经报告监察案者40项 4.重要审核意见 本部连来 与就政府重要施政计划及攸关民生之重要议题等书已查合 并延提重要审核意见 之则要报告如下 政府驻107年推动五个少族女化对策计划 截至111年度 敌职 累计以投入经费2496亿以言 对于减轻异欧 家庭经济压力既有相当注意 为少族女化成因多元复杂 缓解不易 且生意年龄国人与五成未婚容带持续优化相关对策 鼓励肃领结婚 解决影响国人婚论意见之增结问题 政府为扩大长照补助对象 推动长照二点零计划 截至111年底值 累计投入2257亿以言 推动以来长照资源及造福人力快速成长 社区整体照顾服务单位是增至111年底值1万亿个 造福人士增至111年底值9万亿人 为长照裁员稳定性较为不足 为应用我国超高龄化人口之庞大 长照需求容带扩展多元裁员策措方式 又部分长照祭典部件推进进度落后 部分市县住宿机构床位供给不足 及造福员保障容带提升 三行政院为强化租通性安全能力 延提国家租通安全计划 截至111年底值 完成366个AB级公务机关 及关键基础设施 导入租通安全热点通报机制 培训公司部门租安人力 为部分机关配置租安专者人员 为达租通安全管理法所定下线 对于民间企业购置保护监管力道 尚待强化以为消费者购置安全 四 政府推动反毒行动多年 其达到益助毒品再犯 降低毒品新生之酸重目标 在有关不免通力合作下 输用毒品人士减少与见成效 唯因毒品既有成瘾性 输用者再犯比例荣高 亦两除初犯 输用毒品者年龄低于19岁 新生毒品层出不穷 公司部门检验量能尚待提升 毒品防住基金用于 反毒先导经费有限 尚待益助助资源 提升教育先导料能 五 政府未解决老屋耐准能力不足问题 并促进都市土地再开发利用 办理都市更新发展计划 强化政府主导 及鼓励民间 住主实施都市更新机制 以核定实施都市更新计划 一千零七十五件 围老建筑重建案三千五百一十六件 为全国屋林三十五年 老屋高达四百六十万余户 因都公围老重建 授集输前处理 执行进度缓慢 六 推动都市计划 特定专用区域化射与开发 全国特定专用区域机 既有一万九千八百九十五公顷 为部分政府特许民间申请设置之 特定专用区 以核定多年却久未开发 为达化射为特定专用区之目的 期待各相关职管机关 强化监督管理机制 七 政府未解决青年族群 面临买不起又租不好的机制问题 以提供社会住宅及补贴数 机制协助为主要对象 近年来社会住宅执行量能 呈稳定增加趋势 为部分社会住宅工程 因近年营造业缺工 营建成本高涨 厂商投票意愿低落 助未能顺利花包 单元获系兴建制度 八 政府未除夕改善交通安全 原定 道安方案 推动交通工程执法 教育先导 公路监理等房住测试 为一百一十一年度 交通事故属完人士 达三千零八十五人 超越方案 字幕不要 补助地方政府改善 街道环境品质 为全国 荣有三分之一的路段 尚未电缆地下化 超过三分之一的道路 人行道静欢不足 最低标准 九 政府未推动促进转型之 国家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基础建设 自一百零六年九月 自一百一十四年八月 办理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其中 第三期编列两千两百九十八亿余元 继国家发展委员的评估 第三期计划 实施期间 共计创造十四万余工作机会 带动民间投资四千余亿元 以后组具体成果 为限制计划管考基础 为就已执行完进转 之后续引力及效益 建立全面性评估制度 又第一期 第二期第三期特别结算 截至一百一十一年底子 上有十二项三十二项 一百零项的分支计划 为执行完进 使政府为应用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 以防治、纾困、振兴三大步骤 推动构向应用测试 有助提升国人疾病预防能力 及完结受疫情影响之产力及个人冲击 并提振国内经济 为执行过程将有卫尊桌头情势 有待政府参计构向疫情应用测试之执行经验 前面审慎检讨 各面向之作业之利弊得失 以作为入后新兴传染病之应用对策 损计的功能之一在于协助国家良善治理 本部近年来对于特别针对各界普遍官司的少职女化 长照2.0、毒品团制等 都向重要施政议题 进行系统性多年期的资审计 并至108年度起 以专章联系揭露于各年度总结算审核报告 经行政院及各有关职管机关 原题经济充施 已有具体对策及成效 此外 本部为应用社会脉动 已将近期各界普遍官司之打扎 实案交通安全改善所得分配 等都攸关国际民生议题 纳列为本113年度之查核工作重点 除夕加强查核发挥损计功能 以上欧要之报告敬请主席各位委员 女士先生主教 谢谢 下午有点点发言 陈审机长之报告 现在进行委员咨询 每位委员 巡答时间不得于15分钟 轮到咨询委员如不在场 市为放弃 第一位 我們請吳委員私謠諮詢 大家早安 剛剛我聆聽了您的報告 當然那是口頭報告 那今天有三個主題 好幾本厚厚的這個審計報告 我都盡可能的盡可能就我關切的議題 去關注去研讀 那有利於我的專業的問證 那首先您剛剛說到審計機關之所以存在 是因為大家可以發揮審計的專業 然後有助於政府的良善治理 然後透過你們的專業呢 能夠提出非常多的系統性多年期的完整的報告 有利於政府來年編列預算 乃至於預算執行的層面能夠有所精進 當然對於立法委員 你們的存在跟專業也大有必要 因為藉由你們系統性多年期的長期的審計的觀察 也能夠提供給國會議員專業監督很多好的建議 首先我肯定大家感謝大家 謝謝委員 那今天我要就教於您有幾個主題 第一個就是最近吵得沸沸揚揚的特別預算的制度 我們非常遺憾特別預算的制度行之有年 不論誰執政都有一套非常嚴謹的程序 但是這幾年來持續的被污名化被政治化了 那我今天在這裡就教於您也特別有意義 我們立法院有立法院的活字典周外來秘書長 那我們成審計長在我看來也是我們主計 您待過主計機關現在是在審計部 也是台灣的預算制度的這個危機百科 所以就教於您我覺得特別有意義 下一頁 首先國家的預算程序有法源有法律的授援授權 然後各部會各單位都來明確分工 所以這一套完善的預算制度是不可撼動的 首先我們適用的法規非常多喔 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公庫法財政紀律法公共債務法等等 所以這是一個政府明確就一個預算的制度面的分工 在籌編面是行政權 在審議權的部分就是立法院 在預算執行的層面當然是行政機關負有權責 那最後一關就是今天在場的大家 預算的執行要在double check的事後監督就是審計權 所以一個國家政府的預算制度 從編轉到監督到執行到事後的再審核 有行政權有立法權有審計權的分工 所以這一套預算制度行之有年都沒有改變嘛對不對 對 好 下一頁 那今天的三個主題 一個是中央政府總預算的決算 這個我們非常有經驗 第二個呢 就是謝謝你們厚厚的 有關於前瞻基礎建設的特別預算 跟這個紓困的特別預算 也都有完整的報告 這代表著立法委員我 針對行政部門提出來的特別預算 或是公務預算 我有事前執行前的監督權 審計機關就是事後的審計權 所以是雙重的double check 那 這也沒有改變嘛 一直是這樣嘛 對 好 下一頁 預算法八十三條 針對特別預算有四個 執行的 但書 也就是基於 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 可以動用特別預算 基於國家經濟的重大變故 可以執行特別預算 重大災變 當然需要特別預算 第四款就是 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正式 可以啟用特別預算 這是預算法八十三條的現行規定 這幾年來也沒有改變嘛 那您認為 就您的審計跟主計的專業 為什麼 預算法要有這四項的 執行的理由 授權給行政部門 因為要應付 不可 變的 因素 不可預測的嘛 所以它是行政權的範疇沒有錯嘛 對 那主計總署也特別說明了 其實我們公務機關也應當有檢討的必要 因為公務機關的預算是 一年編一次 某種程度它欠缺了彈性 某種程度它也僵化了 所以才需要有特別預算去補 這個不足嘛 您也都同意這個論述嘛 對 所以這四項您都同意 要持續存在 有利於政府的良善治理 跟行政權限的推動 對的 好 謝謝您 您說的非常清楚 預算法八十三條 行之有年 不論誰執政 都是一個都孤等等的制度 不是因為誰 正代 才能這樣贏嘛 下一頁 所以我這裡也整理出來 特別預算行之有年 藍綠執政時期都有編列 而且行政部門善用這樣一個法律的授權 這是一個正向的 這是一個積極的 因應國家去面對所有的 必要的 及時的預算的調配 在陳隨扁 兩千年到兩千零八年 他用 預算法八十三條的第二款經濟的理由 跟第四款 就是這個重大政事 他有基隆核整治 他有這個擴大工件 有水患治理跟石門水庫的整治計劃 那阿扁總統時期也啟用了剛剛預算法的第三款 就是因應災害那時候的SARS 以及921災後重建 都依法來編列特別預算 下一頁 馬英九執政的時期 也依據同法的第二款跟第四款 他做了振興經濟消費券的發放 他做了所謂愛台十二建設的擴大工件 他也做了流域的綜合治理 同樣的馬英九前總統也依據同法的第三款 在莫拉克風災之後 他做了1165億的特別預算 所以馬英九執政的時候也有 所以我是非常的不解 當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他可以依據預算法八十三條的第四款 來推動愛台十二建設 而在野黨不會說那是害台十二建設 不會 行政權有權限依法 我們就是監督 我們不會去推翻 那為什麼在野黨到現在 一直要把前瞻建設說成前坑建設 我覺得這是完全的雙標 馬英九可以依預算法八十三條第四款 來推動愛台十二建設 可是現在國民黨要修法 把這個彈書砍掉 因為現在執政的不是國民黨 這就嚴重的強害了整個 預算的制度馬下頁 回到現在 此時此刻 時空背景 在二零一六到二零二四年 蔡英文政府 也依據預算法的第二款 第四款 做了前瞻建設 做了議後的振興 大家都領到六千塊 結果國民黨還要加碼 六千不夠要發一萬喔 這都是同樣的法律授權的特別預算啊 如果國民黨要砍掉 特別預算的彈書 那麼以後六千塊不只領不到 三千塊一千塊都沒有了 因為政府行政權已經被 百卡百手 那蔡英文遲時期 當然我們面臨了COVID-19 依法也動用了紓困的預算 跟疫情的防治 當然因應國際的兩岸局勢 蔡總統也依法 八十三條的第一款 因應國防的需要 也採購了我們的軍事必要的設備 所以藍綠都有 審計長您在這裡非常有經驗嗎 每一個只要有特別預算編列 前端的監督是國會的事 後端的審計專業 就是你們要處理的事情 每一個特別預算都是尋同樣的程序 然後你們同樣認真負責的寫出報告 給政府做參考 那有因為是國民黨這件還是民進黨這件有什麼差別 那有 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嘛 這就是大家發揮專業 本於職責 有助於政府的預算制度的穩健 有助於國家的良善治理 下一頁 現在問題來了齁 國民黨也好 民眾黨也好 都提案要修預算法八十三條 有六個案子 但是殊途同歸啦 都是要把我剛剛秀出來的 這個預算法八十三條的四款 第四款刪除 或者是給予要立法院同意才可進行 的這種額外的誕書 那你來看 剛才我們說這樣整個拼了齁 現在國民黨還是民眾黨要提案 把預算法的八十三條的第四款拿掉 您的專業意見 這樣不行 我認為啦 要計畫 要 開始的計畫很重要 要加強計畫的審議 沒錯 任何的特別預算 他有特別條例在前 計畫項目明確 然後特別預算的編傳 當然要主機機關 還有事後的審計機關 關關都要過 中間還有一關叫做國會 所以你覺得都計畫完備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去砍掉第四款 這真正就是沒天龍 沒天理對不對 也沒道理啦 盡量避免啦 但是我們還是會尊重大恩的決議 盡量避免 當然 希望國民黨民眾黨的委員 有聽進去下一頁 所以特別預算 如果 國民黨民眾黨 又要用國會的多數 硬把 預算法八十三條的第四款 拿掉的話 其實特別預算 就名存實亡了 行政權就凌駕了立法權了 他違反了憲法第七十條 立法委員不得為 預算增加之決議 他有相當的立法理由 因為立法委員就是監督權 他也違反了大法官 他會是自三九一號跟六一三號的行政立法權力分立運作的原則 所以這樣一個修法是立法權來凌駕行政權更是壓縮了政府應變的預算彈性就是扯國家的後腿 沒辦法做事情 下一頁 同樣非常諷刺也要就交於您 國民黨的委員一方面要砍特別預算的法員 一方面自己要提特別預算 也就是國民黨的黨邊提出了三個特別條例 其中花東快速公路要兩千五百億起跳 國道六號東延要八千億起跳 環島高鐵那是跳來跳去 現在不知道要開多少 同樣的理由 立法權不能凌駕行政權 同樣的理由任何一個交通建設 剛剛講的三項建設 政府應當經過評估該支持就支持 我本人也沒有反對這三大建設 只是說行政部門您剛剛講的非常好 審計長說任何一個特別預算的提出需要有完整的計畫 所以說 這樣子用委員的 用一個特別條例綁特別預算 然後立法委員提出 而且限期十年完成 這還是在十年啊 他完全違反了交通專業的評估 也違反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們的審計專業你們的 預算編轉的專業嘛 所以這種違憲的大撒幣 由立法委員來提出 用特別條例綁特別預算 本席是認為齊齊以為不可啊 下一頁 這是重大公共建設必須進行的工程評估跟財務試算 從第一階段的規劃 設計到最後的施工 其實這都搭配我們的財務計畫 必須進行可行性評估 必須有綜合規劃 必須有基本設計 然後進入細部設計 然後到執行面的施工發包 到完工驗收 如果今天國民黨的委員們 用立委的提案 用特別條例 限期十年 開話追 以歐白 添歐白下 幾層也都以歐白下就好了 沒有精準的工程試算 沒有精確的財務評估 那這樣子以後大家忙不完了 審計部門的同仁 你們針對這三大特別預算 未來寫出來的審計報告 可能是這裡的十倍 十大本 因為他前端的計畫不夠周延 交通有交通的專業 預算有預算的專業 這就是這整個政府大家分工 立法院能做的就是監督 審計部門能做的就是事後的審核 那是國民黨立委 拿出這樣的條例 特別預算 那行政院關的算了 交通部關的算了 審計部門你們可能也關門算了 這是違反憲法的授權 違反政府的預算制度 違反國家重大建設 應當有的完整審核 下一頁 所以我整理出來 國民黨一方面提案要 要凍結特別條例 一方面又要自己來做特別預算 違反了憲法七十條 違反了大法官是自三九一號 跟六一三號下一頁 以立委來提出特別預算 更是或者是特別條例 他有的還要用基金來處理 違反了財政紀律法 第五條 第八條 新設基金都要明確的說明 基金之來源 預算法九十一條 立法委員所提法律案 大幅增加稅出或減少稅入者 應先徵詢行政院之意見 指明彌補資金之來源 這都有清楚的預算法 財政紀律法的規範 規範 所以 我是在這裡預告啦 你們要基於你們的審計專業 如果讓這種違憲 違反政府制度的 特別條例 特別預算 或者是特別條例 綁新設基金的話 以後審計部門 真的無敵無告無美完了 您是不是綜合答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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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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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麻煩請審議長 再請陳審議長 備詢 委員好 好審議長好 審議長 不定期 不定期數年或一年的重大正事 那有 官員 不 具名的官員馬上就受訪講說 如果說真的 預算法83條 刪除第四項不定期或數年一次的重大正事的話 未來國家發生大地震或者是經濟大蕭條 我們當然不希望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如果說真的有大地震的話 可不可以動用預算法第83條 那如果是緊急危難 是不是 重大災變 重大災變 所以 大地震的話一樣可以用預算法第83條 特別預算可以動用 對不對 如果說有經濟大蕭條 真的發生百年一件經濟大蕭條 能不能用預算法第83條 這個在 預算喔 裡面有 國家 第二款嘛 國家經濟重大變故嘛 對不對 所以換言之 真的有發生百年一件的大地震 或是發生百年一件的經濟大蕭條 完全不受第四款 如果說沒有考慮到的話 一樣可以動用預算法第83條 是不是這樣子 要符合那三款的條件 是啊 所以說符合剛剛本席說講的那三款條件嘛 對不對 所以 答案非常的明確了吧 所以剛剛我們有委員喔 明明這個是一個答詢的部分 但是委員講了半天 但是都沒有給你時間發言 本席特別給你時間來發言跟回答 就是預算法83條 其實是特別預算可以因應 如果國家假設真的有重大百年一件的大地震 或者是百年一件經濟大蕭的話 預算法83條也是可以因應的 但是 但是我們希望台灣封條與順國泰民安 好 再回來請教喔 最近 大家吵得沸沸揚揚揚就要補貼台電啦 電價上漲 那本席有看到說之前我們在經濟委員會也有委員有詢問過主記長 主記長講說今年有可能 要再補助台電一千五百億 一千億或一千五百億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政府已經有補助台電 不管是三千三百億 不管是一千五百億 或是疫後特別預算五百億 現在今年又再說一千億啊 但主記長答詢是說 依規定要等審計部審定之後才能動用 那我想請教 目前什麼時候審計部會審計 因為結算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旗程 他們行政院那邊會四月底送過來 那我們要花三個月的時間 七月底送到大院 那我們審定的期間 這七月三十一號會審定完成 所以現在預計 因為主記長已經有講說有這樣額度 所以說預計一定會有這樣額度是嗎 額度要等我們審計以後 因為中間我們在審計的時候 多多少少會租出啊 可能會增減 收入會增減 大概這樣 初步他們的結算估出來有兩千多億 有兩千多億 但是這樣子 多多少少扣除 有可能會有一千億以上 來再去做一個補貼 那我想請教 我們這相關來說 稅入稅出也都要經過立法院來做一個確認啊 他可以直接行政部門就補貼嗎 這個要編預算 也要編預算嗎 要編預算 不管是之前編列預算 不管是用總預算 或者說再編列一個特別預算 總是還要再經過立法院嘛 對對 是不是 這個要租出啊 所有的租出都要經過立法院 是 所以說我想有些奇怪喔 為什麼像現在這邊討論說 調漲電價 然後這個政府已經講是說 就一定會補助臺電 那好像都沒有經過立法院 這當立法院完全是橡皮獨張嗎 這個是他可能在 行政部門的一個 目前在他的在 在提出 在討論這個案子 行政部門不用考慮到立法院就對了 立法部門 不用尊重立法部門 行程預算 甚至行政部門也不用考慮到我們審計單位 就認為是說他現在已經有錢就可以來補貼 那反正七月的時候你們一定會交出一個至少超過一千億的這個余額來讓他們發 是這樣嗎 這個因為他們 今年的 他們會做出估結算 出估出來啦 有這樣的金額 來 審議長 我知道你可能不好答啦 本席看了這個這一些的報告 連書面資料本席都有翻閱過 其中 用電的部分我想你可能審計部分也很重視跟這個掌握 我想請教一下 現在經濟部這邊一直講說要大家當個聰明的用電人 挑選時間來用電 所以這樣可以比較便宜 那我們有沒有帶頭以身作則 審計單位有沒有去了解 過去到現在台電推了那麼久或經濟部推了那麼久的智慧電表 我們所有的中央機關到底有多少機關使用智慧電表 審計部門有沒有掌握 有沒有要求 對於台電的這些電費的問題 我們是有查過 像 他的電表 我們有多少個中央機關有裝這個智慧電表 這個部分啊 我在我的手上沒有這些資料 但是我們 我們有沒有要求中央機關至少帶頭要節約用電 因為現在經濟部門告訴我們啊 就是說民眾可以當個聰明的用電人 只要你裝智慧電表可以比較便宜啊 那我想是說有多少的智慧電表是我們中央機關自己有裝 那照理講審計單位是最後把關預算的部分我們 公堂當用則用當審則審 能夠審下一塊錢是一塊錢嘛 對 所以審計部門過去到現在有沒有要求中央機關帶頭以身作則 是不是應該要裝智慧電表 我們有要 把這個智慧電表啊 希望盡量趕快補給 因為這個不只中央的單位 連 所有的商家 所有的 我們的民眾 這樣的話 對於我們的 我們現在補給率有多少 我們現在補給率有多少 補給率 因為我們有給他意見啊 當時的情況 因為那個智慧電表啊 所以就您的了解 我們現在補給率 因為不大 不大 謝謝啦 審議長 您講的很委婉啦 其實現在智慧電表的補給率是非常低啦 那 我會提出來就是認為是說 我們審計單位其實 真的可以要求我們的中央主管機關 用電也好都可以以身作則 而不是嘴巴一直叫民眾當聰明的用電人 但實際上自己沒有以身作則 來 那個再請教一下審計長喔 食安問題 最近也大家非常的關心啊 我們在 審計部 2022年 也就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度 就已經有報告指出 國際食品警訓監控機制 行事多年啊 但是在一百一十一年 也發生過冰淇淋泡麵等 驗出致癌物 那 當時就有講是說 食藥署沒有掌握問題產品於國內流通的情況 這是審計部的一個報告 食安層出不窮 審計部能夠接受我們現在行政部門這樣子怠惰行為嗎 我們今年 一百一十三年 因為食安問題啊 關心啊 民眾的生命 還有健康很大 所以啊 我們今年一百一十三年 我們現在在查 整個食安從食安五環 每個從 源頭 控管 重建生產管理 還有加強查驗 還有加重 這個廠商的責任 食安五環是什麼時候提出來 一百零五年 一百零五年 二零一六年嘛 那 過去民進黨執政的八年的時間呢 到現在二零二四年的 還在檢討說食安五環 你有沒有印象當中 過去這幾年 好像每年我們的審計報告裡面 一定會有一則 一張一節 就是討論到是說 衛福部也好 或是我們相關單位的食安問題 要精進檢討 尤其你的二零 二零二三年 還有講說 下半年要啟動食安專案調查 這是媒體上的報導 你這邊有講到 下半年要啟動食安專案調查 結果 蘇丹宏事件就爆發了 那蘇丹宏還是親口承認講說 這不是個案 這個是系統性的犯罪 系統性的食安問題 那 行政部門 到底有沒有把我們審計的建議 提醒 要求當一回事 我們食安問題啊 我會列為我們審計部啊 查到 改善為止 我們有這個決心 審計長 您有這個決心多久了 過去有沒有這個決心 過去有 這麼一個事情 111年的時候有這個決心 2022年有這個決心 結果2023年又沒果事件 2023年有這個決心 2024年有蘇丹宏事件 2024年有這個決心 行政部門他有可能 520之後官員拍拍屁股走人 我們的決心在哪裡 我們的要求在哪裡 那我們有沒有送相關的監察院 來去做一個調查報告 這個都會送 會送您說的 對 所以蘇丹宏事件 預計要送誰 這個監察已經啟動調查 什麼時候會出來 這個 我們六月底會出來 因為我們七月會弄審 我報告出來 所以整個 蘇丹的問題啊 我們都會從 蘇丹五環的每個面向 把它找出來 慢慢 共同 和行政部門 把這個問題 看看能不能做一個解決 做一個解決 非常好 沈議長 是 本期站在這邊 跟您 我們其實在討論每一個問題 都是站在同一陣線 食安問題 我雖然身為在野黨委員 但是我從來都不希望發生 因為發生了食安問題 受苦受傷受害的 就是我們台灣民眾 也因此 能夠做好把關 這當然應該要做好把關 但為什麼今天會再次提出來 就是因為 當我看到我們審計部門 同仁做出那麼一大本 而且這只是一本喔 其實我們有上下策喔 做出那麼多的一個資料的時候 就發覺行政部門好像從耳不聞 我們明明已經有示警過了 食安問題就是2022年就有示警過 2023年也出現 2023年也出現 你剛剛有講的決心 我希望這個決心是有貫徹的 是真的能夠站在人民的同一陣線 幫人民把關 不要再有發生食安問題 陳議長我會記住你的決心這句話 再來 您今天的口頭報告裡面 變洋洋傻傻 但是您的第一個 最重要的報告 你列為是哪一個 我們在做關鍵審計 就包括食安 包括少子化 包括華 非常好 第一個 少子化 少子化推動計畫 我們從107年推動到113年 這過去六年時間 總共花了多少公務預算 兩千多億 四千八百五十一億 差了一倍 四千八百多億的公務預算 來針對少子化的對策計畫 結果我們的生育率 從投入的時候 一百零六年 一百零六年 一百零三人 逐步降到一百一十年 是零點九八人 到一百一十一年 創新低來到零點八七人 四千多億花下去 結果反而我們的出生率 不盡反退 變成一百一十一年的時候 只有零點八七了 審計部裡面的資料 你們也寫得很好啊 兩大重點啊 一 我跟營造友善的家庭職場環境 但是這個是對於 已婚或是有小孩的 可是對於未婚族群的關注不足 就是說 已婚或有小孩的 一直著重一直丟入資源 但是未婚的 連結婚都不敢結婚 你何來奢望他能夠生小孩 這是審計報告的第一點 第二點 計畫由衛福部跟教育部 輪流擔任計畫窗口 國人不婚晚婚沒有主責單位 結果相關部會在報告裡面 只針對執行的產出 後續進度跟未經之夜 沒有著墨 待處理事項甚至還寫零 那我想請教 六年過去了 今年要做一個結案 小子化的對策計畫 今年要做一個結案 四千多億花了 結果我們到現在還在討論是說 到底哪一個單位要去主責 是衛福部也好 還是教育部也好 那還有國人晚婚未婚的情況 沒有主責單位 沈記長 四千多億給行政部門 斷掉了 用下去了 開掉了 沒了 怎麼解釋 我們 會盡量 希望行政部門 能夠 你是學科學的人吧 但是行政部門 已經在 做熟證 他以前高科會做這個整個 因為原因很複雜 所以在做熟證 當然知道複雜 所以我們花了四千多億 不是四千多塊 不是四千多塊 是四千多億 很複雜 沒有錯啊 六年的時間給你 行政部門了 審計部也做出報告了 你自己的報告講是說 行政部門沒有主責單位 結果你現在在幫行政部門講話 你在講說很複雜 然後你要講說盡量 我剛剛講 你是學數字科學的人 怎麼會接那麼多文青的字眼 怎麼那麼多這種 形容詞來形容咧 這個做一個 在行政部門 在工作上 我曾經在行政部門工作過 所以都有他的難處 但是我們 我們審計部一定在後面 一定會加強督促 審計長 在一個位置上 就做一個位置 是 你現在是審計長 你是要幫人民把關預算 那麼厚的一個計畫書 那麼厚的一個審計書 本期可以把它看完 就是因為我重視你們的一個意見 就是因為我覺得是說 你們意見是專業的 但是 謝謝洪委員孟凱的詢問 也謝謝陳審記長的備詢 接下來 我們請登記第三位 張委員齊凱 詢問 詢問 由 我們先來談監察院長陳菊的舉手之勞大可不必 陳菊的舉手之勞大可不必 我先請教你 陳菊叫你們新家無法寫發言人 你照辦了嗎 我們本來就有發言人 你是說陳菊不知道你們有發言人叫你設發言人嗎 應該知道 應該知道為什麼叫你們設發言人 這段時間你們每次提出來的這個決算報告 一晚都是拍手叫好的啊 很好的監督政府的這個決算 說是什麼 JB的這個密集對不對 JB的這個神書 所以對你們很肯定啊 可是相對的 陳菊陳院長說叫你要設發言人要出來幫忙辯護 他不曉得 那個決算報告是你們寫的嗎 你們幫名字名高勘緊了荷包 為什麼叫你們出來否定自己的講法呢 不提啊 因為對於我們的審計啊 有不同的解讀 所以他是善意提醒 善意提醒 善意提醒 他不曉得 政治力跟政黨不能夠介入 獨立的這個審計權嗎 這不是干預了 他是個民主前輩 陳菊是個台灣民主的前輩 他怎麼可以干預 獨立的這個審計權啊 請假定我給你看 這個你應該比我熟悉啊 審計法第十條怎麼說 審計人員依法獨立行使其審計職權 不受干涉對不對 對的 對不對 為了怕監察院跟審計部前者不分 受到審計前受到干擾 監察院跟審計部的前者發分原則 明明確確寫著 監察委員不得影響審計人員 獨立行使審計前 是不是這樣 所以 任何的監察委員 跟陳菊 他怎麼可以去干涉你們 怎麼可以政治力 或者要你們設什麼發言人呢 要你們出來講自己已經 提出了這個結算報告呢 他是善意提醒 希望我們有些 夠度解讀的地方啊 能夠對話 有一個說明 好 姓北定我知道你人比較嫌弱 你一直在幫他講話 可是你要捍衛 我們所有審計人員這個獨立 好不好 這段時間 立法院跟媒體對你們是非常肯定的 不是只有揭蔽的這個 揭蔽的這個密集這個這個事情而已 你們幫人民勘緊的荷包 幫人民省了很多的錢 人民是感謝你的 人民會挺住你 好不好 謝謝 不只捍衛自己 審計部的前線 我們的審計人員是優秀的 一定捍衛他們獨立行使之前 跟他們專業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輕鬆一點 接下來我們幫我們的 租協 我們的立法年16韓國瑜教區一下 先別人你知道現在 我們韓國瑜韓院長辦公的所在 是在以前 舊北俄女的舊教室嗎 你知道嗎 現在立法年 現在立法年 以前就是北俄女 以前有北 以前有北俄女對不對 中山女高現在叫北俄女 其實他以前叫做北三女 北俄女在哪裡 就是現在大家出的 出了異常看到的立法院的這個馬蹄行這個 已經是 北俄女的學生上課的地方 所以 我們韓國瑜韓院長啊 包括周恩來 他們所有的工作人員啊 他們是在舊教室 以前 你校的這個 教室裡面辦公 可是相對啦 你看到的 唐鳳裡面在上班 一走去地後 星光大樓在上班 這個肉差是不是非常大 事實上不是只有 社會發展部 沒有前維基 NCC 有些辦公室 工程會 也都坐在廟面 對不對 今天齊凱 今天本席做個倡議 有沒有可能現在在外面租辦公室 我前面清查過 差不多十八個州 這些在外面租辦公室的 想辦法去找一個中繼的辦公室 找一個像 方會或者閒置的學校 辦進去 以後每年我們至少省十幾億的租金好不好 好 我們一起努力 我們把這個錢省下來 為人民勘緊荷包 把名字民高省下來 好 好 謝謝委員 新北定來 我們詳細的來看審計部發生的問題 你看事發部的 是我們回到 書發部的四個大問題 剛講 我們立法院 用以前北二年的教室 可是他書發部去找了 台北市租金第二高的新光大樓 他的租金太貴 現在 本市去追又發現一個新的問題了 他本來一年半對不對 用了多少錢 是不是你還記得 七千萬對不對 七千萬標示 他一年用四千六百六十七萬 結果啦 我最新追查到了 一今年圓圓份 又去簽了一個 六年三億的租金 是不是你還記得 如果三億用買就好啊 想要跟你說 是不是 三億都可以在新北市很多地方買新房子啦 幹嘛拿去租 這是第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 進警 細清 六百六十七萬已經最少了 他簽了又多了一年花了人民納稅錢三百三十三萬 這個要不要處理 我們 這一個啊 我們還是 因為 其實你要租房子 要有要經過 國產史看看有沒有 閒置的房地啦 我們現在的閒置房地啊 還是很強多啦 還有 我們要替 社會部唐鳳說一個話啦 其實 你看現在有人去開槍 實際上任何的暴力我們都是譴責的 暴力不能夠解決問題 那老實講 蘇發部跟唐鳳必須租 地後星光道老這麼貴的房子 中央也有責任啊 租給處 還有你剛剛講的 國有財產局他應該前面去清查啊 像現在很好啊 現在舊的財政部的大樓 他 新的搬出去之後舊的他整修完之後補強完之後 國產署現在在辦公啊 就省了很多錢對不對 比我剛剛講的 荒惠的學校退廠的學校 趕快去找 如果當初中央是這樣幫事務發部 事務發部就不會發現發生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等一下有個重要責任 我們等一下幫事務發部找新家 我去追了這個問題 後來唐鳳跟事務發部也跟齊凱講 跟本席講 他們的合約裡面訂了一條 只要他們有找到合適 租金比較低廉的地方 或者有中繼的地方 他們半年前跟星光大樓講 他們就可以搬出去 所以我們來努力 幫被罵的湊頭的 數位部 數位發展部找新家 好不好 好 好 事務發部現在還有一個大的問題 我跟跟大家討論一下 他之前說要搬 搬到溝通到不好寫 所以台北市本錢花了1.8億 蓋了南門的中繼市場對不對 結果你看 花了1.8億 然後用了四年新的 美輪美患的 被拆掉了 我覺得這個行政責任 當初溝通不良這個 審計部應該要去追一下 好不好 那最嚴重的問題來了 我給他看一下數位 發展部現在最嚴重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他的祖金 以外就是他的總統 主席你知道他的公設多少嗎 他去做這個地後星光大樓他的公設多少 四十二 那他等於只有用五十八趴啊 結果唐鳳還拍了片說什麼 他的裝潢一瓶才兩萬塊 你應該扣掉到四十二趴對不對 我們給他看一下他如果實際的是多少錢 我們看一下 他本來唐鳳拍片說是 不到兩萬塊 事實上你扣掉四十二趴以後 他實際裝潢費用 一邊超過四萬塊 這會不會太浪費人民人民的名指名膏了 好我們現在拉大來看 我們來看一下 本席去清查了一百一十三年度 所有在外面租用辦公室的 單位我們來看一下 世衛發展部才排第六 世衛發展部被罵的半死的 世衛發展部才排第六啊 第一個是哪裡 外交部 外交部當前 這九億多九億五千多萬 台北分是在外面做辦公室對不對 那個是外館嘛 那就要買啊 對不對 對 應該要買啊 我們有要求他 齁 所以有 審計部有要求嘛 想辦法把他九千 把九億多在外館的 這個錢把他省下來 你買了以後你外交如果都很順 當然一起一直用嘛 租金就省下來嘛對不對 第一個哪天要賣 還是賺錢啊 好OK 所以 外館的這部分 很清楚就要趕快買 好那 裡面的呢我們看一下看下一張 你看 本席去查 泰國辦事處 一百零八年買的到一百一十三年 現在去清一下 所以這九億多怎麼省下來 審計部也有責任 都市他們趕快買 好不好 OK來我們看國內的 國內的這 將近十億到底要怎麼省下來 其本席很明確的倡議 世衛發展部已經講了 只要給他合適的中繼站 他半年前提出來之後 他就可以搬進去 所以我們趕快幫他找新家 到哪邊找新家有兩個方法 第一 舊的財政部大樓 他已經補強了 現在 可以再用十年對不對 那現在是國產 國產署 國產署在裡面 如果早一點的話 就給數位部或給其他單位用 好不好 第二個 前面清查現在哪些學校都放會的 學立法院 不要只有我們院長在學校辦公 以後中央部會包括NCC 工程會 甚至消防署 在外面住辦公室的 搬到學校去辦公 我們有清一下也有這樣的一個 那透過這樣的努力 我們一年至少可以省十億的租金 民子民高 我們請來努力 好接下來要談一個 特別預算的問題 都要吳思瑤民進黨的理會 特別提到這問題 我覺得他可能沒有好好看你們的結算報告 也沒有看立法院的公報吧 新隔壁你們 每一年的審計報告裡面提了很多特別預算 糊爛的事情啊 特別是你剛才說的啊 都沒有價位 沒有計畫 就亂編錢亂花錢啊 他怎麼可以要求預算法的第 八十三條 預算法第八三條的第四款不能修呢 第一個 前面三款已經夠用了 戰爭或者是緊急事情或者重大的災變 第四條本身就是空白授權嘛 第四條本來就要刪掉 不只是審計部的審查報告裡面 很多的例子清清楚楚 林進動啊 衛衣警的財政的財經的專家 彭白犬喜天才阿比阿陳水扁當立委的時候 到現在的柯建民 很多立法委員民進黨立法委員都提過要修掉這第四款啊 為什麼第四款不拿掉呢 我明確來看 你看 特別預算的 現在已經變成什麼了呢 吞噬明子明告最大的黑洞 國債 在台高族最大的這個嚴凶了 我去做了一個統計 為理政委告蔡英文市任這個總統執政 我們現在的債務六條多對不對 六六條兩千塊億 其中 將近四帳 都是透過特別預算舉載來的 特別是剛講那個第四款的那個 空白收錢最嚴重的 也就是你們常提出來有很多缺失的 我們再看一下 蔡英文任內 提了這個特定預算 是所有從蔣中正到蔣經國 歷任的這個總統 所有最多的 這沒有湖南的問題嗎 我們看下一張 光是結算報告裡面看到我看到很多例子 前瞻基礎建設這個條例裡面 本來軌道建設 經費本來變了多少 七千兩百億對不對 結果後來 經過審計部的報告 經過立法委員去追 降到多少 降到一千九百零三億耶 最二間 基隆輕軌這個更離譜了 蔡英文說 去跟基隆說什麼 我要編八十億的基隆輕軌 二零二零年可以通車結果 到了二零二三年都沒有都沒有做跳票了 變成輕軌變成要做捷運 五百四百五十而已到後來又增加到多少 六百九十七億 這個有計畫嗎 新界定義剛才在回答 你的專業就是說你要有計畫 才會有預算嗎 現在不是啊 特別預算就是被濫用啊 亂丟出來 再看下一張 你看 平額公路 我們這邊多少 四十八點八億 一下暴增到七十七點九二億 前瞻女廣 要三千給 五十八十億耶 這個增加了幾百倍啊 新竹棒球場 你看天武棒球場整修才用了八千萬 新竹棒球場一下用了 十二億 還閉案不斷 這個特別預算 預算法的八十三條的第四款 是不是真的要刪掉 這個 新界定前面三款已經夠用了對不對 後面就是一個空白授權嘛 來我們看下一張 他嚴重在什麼地方 每一遍 這個法提出來以後他弄一個特別條例 我們對預算都這麼熟悉的人 他有本來 公共債務跟財政機率有兩條非常重要的紅線 第一條公債法的第五條的第七項 所謂的 債務的這個流量 結果你看到 中央 總預算跟特別預算每年的舉債額度不得超過其總 總額的這百分之十五 他先把這個條紅線 拿掉了 不嚴守財政機率 排除預算法第23條 23條說什麼 不能夠拿舉債跟車債作為經常性的支出嘛對不對 結果現在每一年都堆 用了一堆的這個舉債 方式就是因為用特別預算嘛 所以本期非常明確的要求來我們看最後一張 刪除特別預算第八十三條第四款空白授權 就是那一條 不定期或數年一次的重大正式而且要有計劃才有預算 可行性評估一定要合理可用 另外你一直在強烈一點 不要影響到地方的財政 可以嗎 好 請這令 所以第一我們把天下租屋的辦公室那十億整下來 第二個特別一上充敗受錢要想辦法把它堵起來 不要變成人民納稅錢一直弱出去 每一年弱掉一兩千億 對不起民眾好不好 我們共產努力 好 謝謝張委員齊凱的詢問 也謝謝陳審議長的備詢 接下來 我們請 接下來我們請登記第四號 陳委員裴瑜 詢問 好謝謝主席那有請審議長謝謝 再請陳審議長 委員好 好審議長早安喔 這是第一次有機會跟審議長做交流 之前有聽其他的這個立法院前輩提過 關於立法委員的質詢或是看審計部的報告可以讓行政單位更加認真看待 所以我們在審計部的報告裡面我們要先肯定審計不同人的認真工作 那但是我們在這個相關的報告裡面呢我們時間有限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在你們的報告當中關於張頭影片上面談到的少子化以及其延伸問題的因應對策 其中我框紅線這一條你們寫到 少子化延伸的對策其中你們發現第一個叫做提升婚育成效及婚育價值觀 陳記長我想問一下什麼叫做婚育價值觀 就是說希望能夠 有家庭觀念 大家能夠結婚啦 我們是希望 多多結婚啦 對於我們 就有機會啊 小孩就會多 多生一點 陳記長你覺得真的是只有結婚才能生小孩嗎 或者是說把少子化的這個責任 歸咎在大家不想結婚 如果我們讓一般的民眾看到這個報告您覺得 對於這些不想結婚或是結了婚不想生小孩的人 他們看到這件事情他們心裡面的感受是如何 我們是多面向 因為結婚了也有生小孩的 喔那個 我們是多面向 每一個面向我們都要去考慮 才能夠因為要解決個問題 我剛剛講錯綜問雜 所以行政院已經請國科會 做 俗證分析 是我們剛剛也聽到在前面委員的這個詢問當中 你也提到相關的分析 可是我要再次的提醒喔 在我們跟非常多的 第一線或者是民間團體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要再次的強調 同時我相信這也是執政黨很重要的立場 基本上育兒的責任絕對不會只是母親的責任 或者是嫂子化的關係跟婚姻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都還有需要辯證討論的地方 但是因為剛剛您說有相關的研究要進行 我相信 後續會再提提供 更先進的 或者是 不要把這兩件事情綁在一起的這樣子 感覺讓人家覺得很保守的報告啦 我們相信我們非常非常期待好不好 但是我們時間有限了 我就是先簡單的提醒一下 但是我們後續還是要看到還是要肯定這個審計部提到 關於這個 少子化 你們提到 一社家屬補助辦理建構零到二歲 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劃 你們說 執行效率不張 或者是你們提到了公共化教保服務跟強化準公共的機制 供需失衡 或者是沒有提供延長照顧的服務以及教保服務人力結構 不符合規定 這確實是我目前 在第一線所收集到大家對於所謂友善育兒環境職場 大家在 照顧小孩或者是決定要不要生養小孩或是生養小孩之後 要不要回到職場繼續貢獻自己的專業跟人力這個部分 確實是很多人的考量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看到審計部提出相關的糾正 我們覺得很重要 但是後續要拜託審計部持續 緊盯相關行政機關 好這個部分 我們會最終改善 最終改善情形 好 那另外一個關於這個 勞動部我們你們剛剛也提到部分 但是我要說我們要 鄭重的建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後續不管是脫嬰 脫幼的需求 還有勞動部關於友善職場的部分 其實有很多事情都要做 包括我們也跟部長討論過 如何遠距工作彈性工時 我覺得這時候 這都是目前非常多年輕的家庭 他們所需要的 所以我們希望不是口號 如同您剛剛說持續緊盯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另外關於這個運動的部分 我們在你們的報告裡面看到你們提到體育業務的糾正 其中你們提到了足球六年計畫 不知道這個部分您自己有沒有印象 你們說推動足球六年計畫尚未達到世界排名的目標 要持續精進國家隊的主訓參賽 還有輔導企業球隊經營 我想問一下 您覺得 所謂的世界排名的目標放在這麼前面 您的想法是為什麼 為什麼會以這個為目標 因為 我們是看到 體育署 有把這個列為目標 我們的所有的損計的那個 一計啊 都會根據啊 這個計畫 他們定的計畫主標 給他給予提醒 好 那也就是說當一個國家主管體育的主管機關體育署 他們認為 增進國家排名是主要目標 那我們就來看 可是目前呢 世界排名 他們說沒有提升 企業球隊目前他們 都是屬地經營 可是目前在台灣屬地經營 球隊經營只有一隊 可是如果要精進所謂國家隊啊 這些目標 我們來看一下最大的困境是什麼 好這個 有一個六年足球計畫 其實比起世界排名 我們在基層 或是在民間 甚至在所有運動員 還有包含兒哨運動員 還有積極參與 投入自己家庭資源的家長身上 我們看到另外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我這邊務必要跟省記長分享 到底足球推動資源的投入是不是真的花在倒口上 是我們要更關心的 我們看到有一個足球六年計畫 甚至針對這個足球六年計畫 民間的非常多團體 他們還自己辦相關的檢討會 還分享他們在各地 第一線所聽到的一些困境 表達他們不滿的聲音 不知道這個檢討報告 省記長你們這邊有沒有看過 或聽說過 那為什麼要加入民間的聲音 這個部分我們想要請您 分享看看您的觀點是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民間有出來 有一些聲音出來 所以我們會對這一個 正現在正在了解 好正在了解 那所以你手上有相關的報告嗎 關於這個民間的聲音 檢討的聲音 那沒關係 我們辦公室有 我們後續提供給你們參考 但我要說一下 為什麼這件事情 這麼這麼的重要 體育署在這個計畫裡面 他們說要去 他們要提升 參賽隊伍數量的KPI 這個好像是一般行政機關 很容易做 他們也覺得好像 比較好做的事情 他們創造了一個 好像國內足球隊 蓬勃發展的這個狀態 我暫且不要說他是假象 怎麼說呢 我們看到另外一個狀況是 為了衝這個球賽 球隊參賽數量的KPI 他們甚至呢 有的學校是用籃球隊 田徑隊 來報名參加足球比賽 拿這個相關的補助 以至於到後面相關的決算 遠遠超過預算 可是回頭看 一個計畫 一個政府部門 執行了六年的足球計畫 他的相關目標 手段成果 都完全對不起來 更不要說 我剛剛已經跟您分享 所有民間 自主投入的 基層的資源 從家長 到小孩 到教練 到很多的企業 大家都努力基層 自立自強 可是到最後呢 我們看到這個國家 足球六年發展計畫 卻有可能成為 個別業務組的 小金庫 他們如何看待 手上這些經費 還有 民間社區俱樂部 正在蓬勃發展 但是社區俱樂部這件事情 卻沒有在相關體育署的眼睛 的政策事業發展當中 這個部分不知道 您有沒有知道 相關的亂象 這個整個我們的損計 以他的成效 他跑偏了 我們一定會 給他意見 好 那如果 也就是說 可是如果不在你們的 認知當中 或是不在他們的政策 規劃當中 確實就很 如同您說的 不在你的審計對象當中 所以我們要再次強調 目前這個六年足球計劃 是執行到 一百一十二年底 我這邊要強烈的 拜託審計部 在一百一十二年度的 審計報告當中 要持續關注 相關的足球六年發展計劃 或者是其他的體育署 相關足球發展計劃 以上這個部分 可不可以提 審計長 我們會提出 損合意見 好 我們會優先給委員 好 謝謝 謝謝審計長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 時間有限 另外我們提到 我們看到這個審計部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辦公室一直以來 都非常非常關心 而且我們不是只有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就是關於 兒少自殺死亡率 這件事情 不知道審計長 你有沒有看過 類似的新聞 或是您知不知道 目前 在民間 在學校這個現象 關於兒少自殺率逐年提升 有 我們的 損合報告也有提出 這樣的 我們看到你們在 衛福部的審核報告裡面 提到 關於兒少自殺 我們看到這個問題是 來這邊 你們的意見說 國人自殺標準化死亡率 尚未達成預期目標 且 兒少族群自殺 問題見趨嚴重 你們還說自殺通報個案數逐年增加 自殺關懷防釋員的暗量負荷沉重 到目前為止 自殺防治法沒有規定 全國自殺防治綱領 報行政院 核定實施 這個是你們提出的問題 對嗎 對 好 這個 先要謝謝 審核定實施 審核定實施 但是我們要說 相關的問題 提出來 都很棒 因為 對我們來說 其實讓孩子們安心 長大這個環境 真的不是只是 學校老師的責任 也不是單 家庭的責任 過往 大家都認為 小孩健康的成長 讓小孩好好的長大 成為一個社會上 有用的人力 彷彿都是個別家庭的責任 但是我們都知道 現在社會環境的複雜 已經不是一個單一家庭 或者是在一個 學校求學階段 就能夠面對 這麼多複雜的議題 孩子們出了學校 拿起手機 他們對於數位接觸的熟悉 還有我們大人 對於青少年文化的陌生 這個部分 我們辦公室 甚至之前 我們主動請衛福部來開會 主動請教育部來開會 甚至跨部會來開會 那我們就想 如同您剛剛說的 面對小子化 我們要做研議報告 我們辦公室甚至主動找了國科會中研院 可不可以啟動相關的研究報告 可是我們得到的答案 目前都是模擬良可的 好像沒有人願意積極的承擔 或是把這個事情當成是主要的業務範圍 但是我必須說這個現象 真的越來越嚴重 所以這邊我特別提出來要拜託 審計部在後續 對於相關部會的 兒哨自殺死因回溯調查 可不可以提出相關更具體的建議 給予這些行政機關 更積極的作為 這個部分我們會造委員的意思 好 我們了解了整個 前面的情況以後 也會請教委員 我們的意見 是不是 中肯 後續這邊我們辦公室也很 很樂意在跟審計部保持積極的討論 因為 那如同我剛剛說的 我們辦公室自己都已經發動了這麼多的會議討論 就是希望可以從 公部門的資源來協助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 兒哨自殺 不是只是孩子沒有了生命 對於每個家庭 對於每個學校老師來說 都是一個悲傷的故事 所以我們希望這些悲傷的故事 不要再發生 所以跨部會的事情 後續也要拜託審計部 積極的緊盯相關的行政單位 的行政效率 可以嗎 可以 好 謝謝委員 我們會努力 最後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呃 審計長你有去過這個球場嗎 沒有 這個是高雄的男子足球場 那這個是 我的助理 因為我生命中 真的從來沒有看過這個足球比賽 他第一場帶我去看的是 台灣隊 對於這個吉爾吉斯隊 那我們當天的比賽 其實表現成績不少 不是太好 可是我在現場我要說 我看到球員盡心盡力 在這個球場上揮賞 可是這個球場有什麼樣的問題 這是當時前瞻計劃 規劃要建 六個相關的球場 可是到了後來 只蓋了這個球場 不知道審計長 您知道這個事情嗎 對 有所了解 好 那為什麼只蓋 六個只蓋了一個 後續的經費都到哪裡去了 你們相關報告裡面 你有印象 到底提到了些什麼嗎 這個部分啦 因為有的進度落後有的規劃不桌 不潛 所以就有檢討 我們在整個啊 如果足球 其實對我們東方 人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運動 我們 會來努力 但是我們所知喔 其實相關的縣市政府 或者是相關的部會 應該沒有把這個錢 拿去規劃這個球場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審計部這邊要主動的追蹤 因為呢 對於大家來說 我剛剛已經在前面的體育的題目裡 我已經提到 台灣的足球社區俱樂部 蓬勃的發展 已經他們已經參考很多國外社區俱樂部的做法 所以很多的家長很多的孩子自己投入時間自己投入資源 他們不打算走學校體育班的系統 他們花很多的時間自己練球 可是 光是要有一個合 合乎國際比賽規格的場地 在台灣就有困難 更何況 我們告訴我們自己 我們要發展成一個體育大國 一個足球大國 這怎麼可能 所以我剛剛想要再一次請審計長看這個球場 而且 說實話 我們去到這個球場 看到甚至這個 上牌喔 他連燈光的部分 經費都不夠 我還問我助理說 為什麼有那個燈光的架子 可是卻沒有燈光在下面 就只是先把它架好 可是因為錢不夠 都沒有辦法再往下做 除了這個球場 自己本身有問題之外 後續其他 或是之前規劃蓋的球場 也都沒有真的蓋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 真的要拜託審計部 積極的去糾正 去盯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或者是 拿來 本來說好要拿去蓋球場的錢 到底到哪裡去了 好這個球場 我們會啊 派人 到 整個 屬地了解以後 給委員 也不是只有這個球場 還有我剛剛說 本來要蓋六座 經費啊 他的 這怎麼使用 我們也會整個了解 好 這個部分也就是說 看起來在你們的報告裡面 是沒有提到這個部分 所以要拜託審計部 積極的去 警釘這些事情 所以簡單來說 我今天提的關於 燒死化的部分 還有兒少自殺 需要你們跨部會 還有體育署的相關足球發展業務 還有 還有剛剛我講的這個足球場 前瞻計畫足球場 也就是說 所有這些預算 他到最後都是落在 服務台灣 未來的主人翁 就是所有的兒少身上 當我們標榜 我們要在意兒少的福利 我們要在意兒少的權益 除了行政機關 他們有相關的規劃 跟政策執行之外 也要拜託審計部這邊 要積極緊盯 相關的計劃執行 好謝謝委員 我們會這個部分 會照委員的意思啊 好 來努力 好謝謝 以上謝謝陳記長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陳委員培餘的質詢 也謝謝 陳審議長的備詢 接下來 我們請登記第五號 林委員私民詢問 好謝謝院長 我們請沈記長 麻煩再請陳審議長的備詢 委員好 陳審議長好 那審議長我就直接進入主題了 我想我們在前瞻的第三期中 編列將近79億的綠能建設預算 我們要達到的目標 包含電網提升 能源轉型 還有綠能技術建設開發等 而這些目標包含有台電的經營效能 那剛好這個都是本期過去 一再質疑 我們台電年年虧損 與政府能源政策 失當的原因 我們現在 我想我們看到 電價在漲 今年 我們還繼續要補助台電 1000億 加上 我們經濟部王美花部長也證實 我們再生能源的發電佔比 達20%的這個政策目標 在2025年顯然沒有辦法達成 現在預估要在2026年的10月 才能夠達成 那因此我們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 前瞻計劃的綠能建設花費 到現在 我們還是看不到 有這個顯著的一個效益 那對於台電 政府也先前連續兩年透過預算 先後編列了補助台電共2500億 而其實 這2500億 我認為也是一種變相的特別預算 更不用說我們在疫後的特別預算中 我們也編列了500億來補助台電 所以本席要請問我們省記長 第一 預算法第83條 關於特別預算編列的規定 對於用這些變相的特別預算 去補助台電 這樣是合理的嗎 這樣的持續補助 台電的 虧損 卻還是 繼續的擴大 省記長您認為 這樣的變相補助 是否應該要停止 請省記長 先回答 我是希望 台電要強化 經營體質 加強開源絕流 因為 台電的 虧損 原因多端 原因有很多 第一個 電價的 設電電價 不是 都低於成本 第二個 他的負債的利息 也很高 他電網 也拆除了很多的 主本師的損失 所以 他 有很多 要去強化 經營管理 是 我想您剛也提到說 他因為原物料上漲 還有其他諸多的原因 但是我想我在總質詢也問過 這個行政院 我們陳院長 對於台電 連年虧損 到底如何能夠 什麼時候才能夠停止 如果能源政策 不加以修正的話 是不是 我們每年還是看到台電的赤字 連年還是虧損 都要靠我們又編列 相關的預算 來去做一個 補助 所以看到這樣的情況 在省計部的立場 你要如何的 來做 對台電做出建議 這個因為剛剛講嘛 他 如果你的 售價 低於成本 這個 他要賺錢 就很難 那為什麼售價會低於成本呢 當然是原因很多 原因很多 所以這個綠能的政策 你的燃料採購策略是怎麼樣 你的 怎麼樣管理怎麼樣 多很多 也有 也有剛剛講的 綠能的這方面 但是綠能啊 是一個 現在是一個 趨勢 因為現在是 要往這方面 減碳這邊走 這個 氣候變遷很厲害 所以這個 這個綠能 也是我們現在 大家一起 全世界各國在努力的目標 那當然我們就講到說 因為這個是造成台電在預算的整個 編列上 我們看到用很多特別預算 連連的在補助他 到底什麼時候能夠停止 我想在省紀部的一個立場 您要 做出中肯的一個建議 做出一個建言 我們這個對台電 這一個部分我們會加強 給他一些意見 好多位委員都一直提到 這個預算法83條的規定 當然這一次我們 也很多委員 來提案刪除第四款 不定期或數年一致重大事故 這樣的一個條款 那希望我們特別預算的未來的一個 這個 編列呢 要盡量避免有所謂的重大正事 這樣的一個 情形來作為預算 特別預算編列的 一個項目 那所以我想請教審記長 您 贊不贊成說這個 預算法83條的 第四款所規定的 不定期或數年一次的重大正事 這個條款 來把它刪除 我剛剛非常同意委員 盡量避免 所以 要用這一款 盡量慎重 盡量慎重 要做好 很多的計畫評估 要 落實 完了以後 要落實好好的出現 盡量避免我們都知道 但是常常就是沒有辦法避免 我們看到這幾年來 政府常常利用這一款來編列所謂的 這個預算 特別預算 所以我才會問你 委員才會這個 想說 這條好像是 常常作為政府舉債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依據 那認為說這個依據 因為你講重大正事 這個重大正事這四個字 是一個很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到底什麼情形之下 符合叫做重大正事 我想這個部分 就會有很大的一個 讓我們的執政的政府 他有一個空間 去這個用這一款來編列特別預算 所以您贊不贊成 這個這一款 應該予以刪除 讓政府的財政紀律 能夠走向正常化 常態化 因為要用這一款 大部分都會訂特別條例 訂了特別條例 都會送到大院來審議 所以大院來 這一個是不是重大 大院啊 可以啊 來評估 來看 所以啊 這條 市議長 是 主要在族行方面 可能要注意 在編列族行的方面 要注意 現在我是問你的意見啦 因為我們本院已經有好多委員建議要刪除 那您的看法 其實我想我一直強調 這是一個很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您剛才有提到 要用這一款來編列 特別預算要很審慎 要符合這個 預算的科目的項目 所謂的重大建設 但是在法律上 這是一個很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所以我才會就教你 您贊不贊成 把它刪除呢 我們從九十年到現在 編了 四十個特別預算 裡面用到這一款的 有差不多將近 一半 將近 一半用到這一款 所以啊 用這一款的機會很多 但是我還是比較 偏向順重 因為 這都是對國家 得一個 多了一個 編列算的一個 一個方式 所以啊 但是您認不認為 把它廢除 您認不認為常用這一款 來做 這個編列特別預算 是破壞我們的財政紀律 你把它常態化 是破壞財政紀律 主要我們的計畫 產生的效益 大於 我們的 預算規模 所以我們講說您剛才也提到 從這個過去 有四十幾次有編列特別預算 但是您有沒有去審計過說 這四十幾件每一件 都是 這個 符合這個條款的一個 預算的一個編列 你有沒有做出審計 因為這個部分啊 會經 因為我們的 審計啊 是 是站在後端 是依照立法案通過的預算 還有他的做的 來做審計 所以您來做最後的 最後的一個建議嘛 對 提出建議嘛 對 那我們會對 他執行的效能啊 提出建議 對啊 你會提出建議嘛 那你認為這四十幾件都符合他的一個效益嗎 執行的效益嗎 效能我們都會追 我們到現在還在前瞻的構想效能啊 我們都在追 好我想這個議題 你也不敢去很正面的答覆我啦 但是我想 未來我們在立法院 好多位立委都已經提出 刪除的一個建議 那我想為了 讓我們的財政 紀律能夠 這個 更好 讓更常態化 不要動輒用這一條款 來編列特別預算 破壞我們的財政紀律 那 我還是認為 審議長 您還是要把過去的 這個 用這個項目 來編列特別預算的 我希望您能做一個 中肯的一個建議 好不好 OK 第二個問題 再請教 那我們關於 111年的總決算審核部分 審計部就數位身份證的換法好指出 因為契約暫停執行 而需支付於1.3億元給中央印製廠 但根據內政部長林又昌 他在上個月表示 經過調解後 還需另外支付給廠商的調解金額 壓在 2億8千萬上下 林部長甚至還說 2億多元已經是最好的結果 數位身份證從執行面也好 或者是從立法面也好 從頭到尾就是政府 沒有做完善的評估與準備 導致我們民眾 還沒有新式的政見可以拿到之前 就必須掏腰包來幫助政府善後 可以說是全世界最貴 而且還是拿不到的身份證 所以本席請問沈記長 數位身份證的政策失敗 並且要支付這麼高額的賠償金 這筆帳是要誰來買單 這個部分啦 我們有就 有提出審核意見 已經也 他因為他未損失 就和委員所提的 因為你在開始的時候 沒有審慎評估計畫的可行性 是 所以啊 後來 採購發生了一些問題 因為你停了 這會有違約 我們也會增加了一些經費啊 我們也提出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您告訴我 您的審核意見 最後是什麼 我們送取監察院 就移送監察院來合處嘛 對 好 那另外 我們覺得更離譜的是 我們已經採購的機器啊 林佑昌部長說 可能 因為沒有辦法密集使用 但仍持續編列 六千三百五十七萬元的預算 以支付印製廠設備暫停執行的必要費用 審計部 請問審計部是否有去都和這樣的費用花費 是否合當 以及這些機器 後續到底要如何處理 就繼續編列這些機器的微誤費用 但是 卻擺著不用 審計部 你是否有去查核 追究相關的責任 並再提出新的審核報告 這個部分啊 我們也有提出來 也有意見他 你這個要一直維護 到底 最後的 使用 會用到嗎 那因為他的維護啊 一年也花掉不少錢 所以啊 這一個 六千三百五十七萬 名指名高啊 一年要花這麼多錢 在那邊沒有用 我們就叫他 好好的 評估一下 因為要 做一個決策啊 要想到說啊 這個如果以後不用了 或者是以後用不到了 或者 效能變 這些都要考量 所以你要不要再維持他的 可運轉的狀態呢 我們有提出 相關的損核意見給內政部 那有沒有追究相關的責任 這一個部分啊 因為 已經提供到 監察院 因為這個 監察院 會做 依請監察院做何處 監察院正在了解之中 正在了解調查 好 所以我再請問 這個 省議長 就是我們交通部 陸政及道政司 及道安司 在上個月有公佈 一百一十二年 我們這個交通死亡人數 為三千零二十三人 那上個月 這次的審核報告提到的 僅比我們這個 一百一十年 的三千零八十五人 減少大概六十二個人 但是我們看到交通事故總計 有四十萬 兩千九百二十六件 則是較前年增加了 兩萬七千零八十二件 那麼整體的事故 還有傷亡人數 受傷人數 皆不減 反正 所以我想 這個 請問這個 我們 省議長 政府 已經花大錢 在前瞻 計劃上 希望能夠提高 交通安全 但我們又看不到 交通部 這種 這個 有對於 我們 這個 所謂的提升道路 品質計劃的目標 並沒有做到 測 他所希望達到的 年降 百分之五 交通死亡人數 這樣的一個標準 我們在這次的審計報告中 也提到 全國四七道路 仍有超過 三分之一的人行道 近寬是 不足 最低 最低的標準 那我們這次在審計報告第十二頁也提到 全國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市區道路 尚未有電纜地下化 像我們新竹竹北高鐵特區 這些新區域就是 還有很多道路呢 沒有完成電纜地下化 所以請問審計部 是否也有將這些新區域的道路改善 列為考核的範圍之內 這個部分我們會 繼續追蹤考核 我們110號 我們現在也在做 整個道安的一個專案調查 我們會列到 112年度的損核報告 現在目前正在做 我想這個對於我們電纜地下化 這一個部分 還有我們人行道 的這個 寬度不足這部分 我們還是希望 審計部要持續的 考核我們各個 地方政府 也要責成交通部 我們為了改善我們的交通 這幾個部分 一定要進 謝謝林委員思民的詢問 也謝謝陳審記長的備詢 接下來 我們請登記第6號 郭委員國文 詢問 謝謝 民視頻裏 請陳委員 那特別是本席一直持續長期來一直關心的這個社會住宅問題當中 您有特別提到 那以社會住宅來說的話 我們蔡總統的這個任內的一個努力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2萬7924戶 但是如果即便12萬戶這邊全部完工的話 他預計是在整個住宅市場當中佔有1.5% 那後續的部分我們的總統當選人賴清德先生 他也基本上提出一個叫高達25萬戶 那如果累積25萬戶完成的話 大概可以預計超過3% 但是還有其他的部分還有包租待遇館的部分 25萬戶的情況底下 累積目標應該可以達到6% 這個情況已經超過5% 為什麼要強調這個部分呢 這是一個政策的目標 而這個政策目標明顯是呼籲 當年一些民間團體的訴求 希望呢在住宅正義的部分 有社會住宅相關的供給數 能夠超過5% 但是這5%的這個目標 即便定了之後 後面是執行的狀況 但是執行的部分呢 如何 當然審計部呢 就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我舉一個為什麼社會住宅現在 之所以會如此的一個重要性 大家之所以會如此關注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是一來 感覺上呢速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期待那麼快 也就是目前為止實際的完工數不到3萬 但是加上規劃中當然雖然有12萬多 但是為什麼這種急迫感呢 也是一樣外債環境的一些變化 外債環境的變化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房租的物價指數 節節攀升創下歷史新高 而且我們房價的所得比也是節節攀升 也是創下歷史新高 一個呢是105.37 一個是到了9.6億倍 再加上呢房貸的負擔率呢 也是攀升超過4成 但是相對而言呢 我們社會住宅的這個重簽率啊 大約是在15%在20%之間 那重簽率的這個偏低啊 也就是代表什麼 就供不應求嘛 供不應求 那這種供不應求的情況底下 你們所做的這一個報告內容當中呢 有進行這個社會住宅這個現金的這個收支的推估啦 明顯看得出來內政部跟審計部有相當程度的落差 從100年到172年齁 你推估的時間算非常之長 落差的幅度呢 你們認為是買蠟屎 這一個2966億 而內政部認為會有剩餘309億 兩個部會之間相差之多啊 超過3000億以上 但是可是呢 審計部在租租東心的規劃計畫當中呢 你們認為高部的這個租金的收入 可是問題是社會住宅他考慮到的 除了營建成本跟這個新建成本之外 他本身有一定程度的政策目標的存在嘛 對不對 那政策目標存在 如果一直只是考慮到所謂自償率的部分的話 你又點出一個部分說要內政部 所謂的合理的可負擔的租金的分級收費原則 看起來齁 又是點到為止 那就是說積極面的部分呢 從社會住宅面向 其實資金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方向 在昨天的財政委員會當中呢 那個內政部在我們的質詢當中 他提出了所謂要創… 在提供創造一個一兆元以上的 綠色債券的這個可能性 來解決他的這個資金上的需求 我不知道沈記長你的看法怎麼樣 如果那個社會住宅是社會上 民眾所需要的 我們要想盡辦法來把它來執行 那我們的租金啊 這個收租的這個估我們也只是提醒 要他稍微注意一下 那至於怎麼收後續用什麼方法 因為要不民眾能夠有社會住宅的口注 總體來說是資金過 資金的部分嘛 財務面向的問題嘛 那財務面向的部分 你們也點出所謂的營運資金不足嘛 那營運資金不足 你就點到這邊而已 就沒有其他建議 也就是說 其實就一個社會住宅這個新建的部分 資金當然是一個面向 資金的面向 它可以透過舉債增加預算 或者其他的方式 在你審計部的這個審計意見當中 都負之確如啊 沒有看見嘛 就是說第一個 是不是舉債的方式 第二個 你也是審計相關的部會 你也知道不同的部會當中 有不同的這個問題的存在 依照目前為止 台灣其實是不缺資金啊 民間的資金非常之多 甚至有些資金會過剩 而跑到海外去投資 特別是受險基金的部分 是不是有效性的可以引導受險基金 走入這個社會住宅的市場當中 這個都是可能性啊 我就不曉得為什麼審計長 你這個部分都沒有去注意到 也沒有提到這個審計意見 這個我們沒有 更何況 是不是有創造一個新的可能性 也就是豬豬東新的 這六十七億預算當中 已經是最高的情況底下 與其你把它當作預算 是不是把它當作利息的預算來做支印 也就是說把它換上三Percent 你就可以舉債到兩千多億 就可以迎刃化解 它的資金面的財務問題啊 行長你的看法怎麼樣 我這個部分啊 委員的意見我們尊重 但是啊 我們會 我們沒有做這一部分的 我們會回去啊 做做他們的評估 對 本席就是希望你在審計意見當中 更加充實 除了這個資金的面向之外 還有一個面向 還有一個面向是時間成本 什麼時間成本呢 就實務當中你們要去深刻的去理解 為什麼社會住宅會推出這麼慢的原因 有一個關鍵的因素 就是土地取得啦 土地取得為什麼會造成這麼大的困難 它一來 就是呢 剩餘土地呢 適合的土地空間呢不多 二來呢 還有使用分區的問題 一旦使用分區出現問題的時候 你還要走 用地變更 又要一段時間 所以它時間當然會拖長啊 所以你站在審計單位 你應該要求其他單位Q獎 擁有土地 持有單位 較多的地方的單位在哪裡 一來嘛 國有財產署嘛 二來嘛 就是台唐嘛 三來嘛 就是軍方嘛 大概是這三個單位當中 有沒有可能 釋出土地空間 來配合國家的總體 一個社會住宅的政策 這就是你的職責所待啊 水地長 我說這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發現啊 它有國有地裡面 還有107處啊 閒置在那裡 所以委員啊 這樣的講啊 我們會就這個部分啊 加強啊 提供省留意見 你都知道有107處的閒置空間在那邊 也就是如同國有財產署 它現在管理的這些官設 是熱聽涉閒置不用的 有沒有可能作為活化 或者呢 來作為社會住宅的這個土地空間 有沒有可能 這個沒有去思考嗎 委員這一個意見很好 我們會來提供給 可以納入你的審計意見當中吧 好 另外一個部分呢 也就是說呢 你的土地取得 你興建社會住宅的部分 你也可以思考多元化的可能啊 什麼是多元化的可能 現在國有財產署500坪以上不能賣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那它可以用的方式是什麼 去設定地上權嘛 對不對 那有沒有可能創造地上權屋的一種方式 也是提供社會住宅的一種可能性啊 方法之一啊 對不對 或者 還有包括是什麼 就是說設定這種地上權的方式之外 以前地方政府 也曾經有成功的BOT的案例 而且速度非常之快 不到三年 就已經興建完審 那為什麼在你的審計報告當中 都沒有看到這種政策建議 政策建議就是你審計部的責任嘛 對不對 委員都 在這個政策成本的考慮當中 來具體 擬出來 提出一個可以操作的一個建議方式 來要求相關部會 來完成這個政策目標 我剛剛為什麼一開始就給你提政策目標 就是5%以上是呼應民間的一個期待嘛 如果就常態性的租屋者的需求 在台灣是有超過80萬以上耶 常態性的需求當中為什麼需要 因為我們社會住宅不但是重簽率低 而且呢 你入住的時間還非常有限 你如果不是弱勢者的話 你挺多住三年 再加三年 也就是挺多六年而已 就國外的意思當中呢 是可以達到租者有其屋的一個政策目標耶 對不對 如果你社會住宅要推到一個真正 一個符合政策目標的話 還不在於說供給量的5%或6%而已 而是長期的可以供給這些相對弱勢 而無法達到居住正義的這一群租屋者的需求 才是真正的政策目標 我覺得省機長 你應該在內心當中要有一種政策目標啦 委員剛剛的研究 對社會住宅的研究非常深入 我們會照委員的意見來評估 好 麻煩齁 盡可能採用這些建議 多給這些相關部會一點壓力 然後進行日後持續性的一個成績好不好 好 後面的部分呢 你特別還有提到一個問題 也就是關於這個 企業這一個 盈餘的部分 佔的GDP比例 你在110年度決算的審計報告中 針對行政院重要的審核意見當中 對受僱者的佔有GDP的比例當中 創十年的新低嘛對不對 十年的新低當中呢 我們所佔的比例是 是36.53% 但是 43.03% 但是 盈餘 企業盈餘的部分的佔比呢 卻逐漸攀升 也就是說呢 你看到的這些相關的數字當中呢 受僱者的報酬佔GDP的比例是 從45.77% 一直滑落到43.03%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呢 企業的盈餘的佔GDP比 是31.82% 一直逐漸攀升到36.53% 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 貧富差距的一個根本原因嘛 最近兩則新聞 你看台灣 億萬富豪的部分佔11萬人 持有財產32萬兆 累積的億萬財富有69% 都是55歲的 當然這55歲不包括本人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 是30歲以下的勞工朋友 23%沒有存款 是零存足 有46%的青年人 認為負債已經造成 人家沉重的經濟壓力 你當我 當你解釋這個圖表的時候 那我就把你的圖表做一個衍生 我做一個國家的主要國家的比較 你看喔 收僱者人數的這個報酬率的這個GDP比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43點起嘛 數字上尾數有些差異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日本是佔多少 日本是佔過一半 52.6 美國也是52.2 南韓52.2 也就是三個國家都是超過一半的 都是52%以上 唯獨台灣 是在43% 好 你去看盈餘喔 盈餘GDP 我們剛好相反 反而我們是最高 我們最高的部分呢 我們台灣是34.4 美國是24.6 南韓是22 日本呢是13.1 對不對 那你看到這種結構性的因素當中 以前 我們也花了很多時間在做一些努力啊 你做這些統計報告當中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企業越來越賺錢嘛 但是整個經濟的成果 並沒有達到所謂經濟學的下盛的效果嘛 沒有下盛的效果當中 貧富差距就越來越大嘛 署長 你難道只有做這些統計報告而已 你沒有任何一個具體的一個政策 建立要求其他 不然我們來做一些改善嗎 這個部分齁 所得不禁 貧富不禁 這個我們在開始做專案調查 也在努力持續要多年的調查 專案調查之外 有沒有什麼專案的建議或政策或要求 我們今年會提出來 今年什麼時候 今年我再結算報告 為什麼我問你的時候你才會提出來 這個現下已經持續分久了 本來就有列入了這個專案調查 你今年你說 你再重複一次今年幾月的時候會提出來 因為我 我固定7月底以前要送損的報告 對 7月底是全部啦 地方來都會出來嘛 對不對 你的7月底會有具體的喔 可操作的喔 有效的喔 可以改善的喔 我會好好看喔 謝謝委員 那我再跟你講 最後一分鐘的時間齁 其實我們不是完全沒有努力 蔡政府過去八年來 都有進行基本公司的調整 但是基本公司的調整 它的整個主體推高的這個層面 相對是比較屬於低薪階級的部分的 這一個薪資結構有所部分的改善 但是最關鍵的部分呢 是在中階的部分 也就是說的所得 勞動所得在中階的部分 幾乎啊 影響就相對比較少 過往我們也提過啊 所謂的中小企業加薪這個抵稅 但是實際上耶 當初的法令啊 居然用一個很高的失業率做一個標準 根本沒有辦法達成嘛 圖有條文嘛 嘿啊 而且我們也將近 把整個企業的營餘進行磕稅 也做過這樣努力 但是實際上啊 也是好到股東沒有好到勞工啊 嘿啊 也就是說我們制度上做了這些努力 沒有打到實質的效果 所以請審議長好好思考一下 這個報告好好寫啊 這五下 好 謝謝 謝謝國務委員國文的詢問 也謝謝陳審議長的備詢 報告委員會現在我們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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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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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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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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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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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 未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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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感谢观看 咱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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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我们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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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咱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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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咱们 我们 咱们 我们 我们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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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咱们 我们 咱们 咱们 我们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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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